电吹风之所以能治疗一些疾病 原理类似中医中揪的作用 即通过热刺激来治疗缓解疾病 1. 电吹风可缓解胃痛 胃痛的时候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肚子吹一会儿 可以有效缓解疼痛 吹的时候也要注意风力不要太大 当腹胀或者腹泻的时候 用电吹风以肚脐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吹热风 几分钟后就会感到腹内通畅了很多 2. 治疗肩周炎 用吹风机的热风档吹换处一天三次 坚持一个星期能一定程度缓解肩周炎的疼痛 这是因为热风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化于通筋 无论是腰酸背痛还是肌肉酸痛 或是抽筋痙磷 可以用电吹风在酸痛处吹一吹 这和热敷时热量渗透筋骨是一样道理 3. 电吹风可缓解头痛 头痛也可以用电吹风吹 用热风吹后背整条脊椎 一直吹到微烫冒汗 这时头痛就会减轻 4. 吹风机可缓解感冒 吹风机制感冒比较合适感冒初期 在距离鼻子10厘米的地方 从下向上吹鼻尖和鼻孔5到8分钟 这时鼻塞和流鼻涕就会减轻 5. 吹风机可缓解打嗝 打嗝是横隔肌痙磷导致的 而横隔肌是胸腔和腹腔的分界线 打嗝时可以用吹风机吹一吹胃部 10分钟左右就可以缓解打嗝 6. 吹风机可缓解落枕 落枕了可以先用药酒或红花油等轻柔痛处 然后用吹风机沿肩颈的位置吹热风直到皮肤微热 一边吹一边用食指和拇指轻柔 这时胀痛感就减轻很多了 7. 缓解失眠 不要以为只有湿头发才可以用吹风机哦 干头发一样可以用 还有保健作用 每天用吹风机的热风道轻吹头皮 同时用手加以按摩 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让头发得到更多的营养 不仅可以收获一头绣发 压力也得到了缓解 水的更香 吹风机之清洁篇 1. 除尘 家里有些角落不好清理 麻布又不太够得着 这时候吹风机就派上用舱了 对着角落就能把灰尘都吹出来了 电脑键盘如果脏的话 也可以在关闭电源之后沿着缝隙吹 但切记一定要用冷风 2. 除雾 刚洗完澡 镜子总是一片雾气 这时候拿吹风机吹一下 雾气就散了 3. 除霉味 家里的衣服有霉味 如果没有太阳暴晒的话 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衣服吹一会儿 霉味就会淡很多 寿潮的书籍报纸等 也可以用吹风机来改善发霉发潮 4. 除蜡 除胶 蜡不小心滴在桌上或者地板上 硬刮难免会留下痕迹 这时候可以用吹风机开热风道 对着蜡吹一会儿自然就化了 难撕的胶布也是如此 用电吹风吹一吹 再轻轻撕下 就会轻松撕下 还不留痕迹哦 生活窍门篇 1. 冰箱化霜 老式的冰箱是使用久了会结霜 如果不定期处理 就会影响制冷效果 在清洁之前将冰箱电源拔掉 然后用吹风机吹一会儿 霜会比较容易化下来 2. 冬季防寒 西南地区阴冷的冬季 换衣服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 其实可以提前将衣服吹热 这样再穿的时候就不冷了 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的衣服 提前吹一下会比较好 3. 巧贴双面胶挂钩 用电吹风将挂双面胶挂钩的墙壁吹热 然后迅速将双面胶挂钩贴到墙壁上 这样挂钩就不会轻易从墙壁上脱落了 4. 巧拔螺丝钉 用电吹风吹热螺丝钉 使其受热后膨胀 等螺丝钉冷却后再拔就很容易拔出了 如果螺丝钉生锈了 则可以用碎布头粘上如可乐等碳酸饮料 贴在生锈的螺丝钉上 几分钟后再拔也很容易了 干燥防潮偏 1. 鞋子干燥 在穿鞋子之前用吹风机吹一下 可以让鞋子更加舒适 还能预防脚选等疾病 尤其是脚部喜欢流汗的人 保持鞋子干燥很重要哦 2. 零食干燥 家里的饼干瘦潮了 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 立马又回到香脆口感 痛风对于没有患病的人来说 是难以想象其疼痛程度的 很多已经患了痛风 但是没有发作过的人 也经常会把这个病当作一个小病 但是一旦痛风发作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成年男人 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忍下这个疼痛 小刘的爸爸就被痛风 深深地困扰 每一次发作的时候 刘爸都会疼得直冒冷汗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家人想要将他挪动一下 他都会疼得直叫唤 为了治疗刘爸的痛风 小刘尝试了各种方法 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刘爸的一个朋友听说后 告诉刘爸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腿 然而刘爸却觉得 朋友这是在跟他开玩笑 便没有搭茶 朋友见状干脆直接拿出一个吹风机 对着刘爸的腿吹了起来 神奇的是 吹完之后 刘爸腿疼的症状 竟然缓解了许多 朋友告诉刘爸说 痛风之所以会产生 就是因为平时摄入了过多的尿酸 而身体中又没有那么多的煤来消化 这样就会产生多余的尿酸 堆积在人体的关节处 软骨处 有的时候甚至会在关节处 形成一个结晶 从而使关节处形成肿胀部位 这样就会产生痛风了 同时朋友还告诉刘爸 自己刚刚用吹风机吹的位置 是内外吸眼穴 这个穴位在膝盖下方的两个凹陷处 外侧的叫外吸眼穴 内侧的叫内吸眼穴 用吹风机吹至两个穴位的周围 都感觉到温热即可 这样可以达到疏筋活络 缓解疼痛的作用 听了朋友的话后 刘爸赶忙为自己之前的不信任道歉 幸好朋友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他又接着和刘爸说起了吹风机的 另外两个妙用 治疗感冒 运用电吹风机治疗的原理 类似于艾灸 通过热疗的方式达到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通过对人体的特定穴位进行温热刺激 达到活血通落 温精散寒的作用 当人体接触的四周环境达到39度的时候 引发感冒的流感病毒就会被杀死 这样感冒的症状就会更容易好转 那么特定的穴位是哪几个呢 风驰穴 风驰穴位于脑后大经的两旁 与耳垂平行处 属经络为足少阳胆经 在此进行热疗后 气血可以吸热化为阳热风气 因此该穴位能够有效地缓解恶寒症状 天柱穴 天柱穴位于后头骨正下方凹陷处 后脖颈处的斜方肌外侧凸处 后发际正中旁开1.3寸左右 属足膀胱经经脉的穴道 经常按摩或者热疗 有利于清热明目 强健筋骨 大锥穴 大锥穴位于第七颈椎 也就是低头后最凸起的一块骨头急凸下凹陷中 大锥穴是足三阳经 手三阳经的交汇处 经常对大锥穴进行碍咎或针灸 可以起到增强体质 预防感冒 强身健体的功效 特别适用于阳气不足的人群 在找到上述三个穴位之后 可以取来一个吹风机 除去前头的扁嘴 加热调到高 选择弱风道 距离身体大概十厘米左右的地方 吹三到五秒左右 然后旋转吹动两秒 在吹风机吹的同时 用手按摩穴位 这样热量可以有效地透达穴位 还能有效地避免烫伤 一个穴位大概吹三到五分钟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 穴位是左右对称的 两侧都要吹 吹过之后 外感症状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一般需要坚持两到三天就能恢复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身体有内脏或者皮肤出血 都禁止使用吹风机这个方法 因为温热可以使血管扩张 会加重出血的倾向 如果使用过两三次之后 症状并没有缓解 请及时就医 请不吹注写 鸡蛋 请不吹觀看